中国军军 南韩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保守派重夺政权 代表国民力量的尹熙悦 成为南韩新总统 由于他走反中亲美外交路线 外界也好奇上任后 南韩对台政策会有什么转变 并不是说反中一定是亲台 这是一个二选一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很多国家来说的话 包括韩国在内 就是两岸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 所以即便今天这个尹熙悦的话 倾向反中也未必他会 着力的去促进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学者分析尹熙悦已不到 1%的差距 击败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明在 显示韩国境内 对未来国家走向严重分歧 再加上尹熙悦已肃人之姿胜选 未来对台政策还很难捉摸 现在去评断韩国未来下个阶段 外交政策是有一些指引 可是现在去判断 事实上是有一点点比较早一点点 我觉得还是要等到大概可能明年 它的差距非常的小 这也代表整个在这个全世界的发展局势里面 反中跟反美这样子的势力 在做一个拉扯的时候 代表韩国在这里面做出了它一个选择 韩国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表态的时候 应该可以让韩国重新的回到 所谓的美国的这个东亚盟国的这个战线联盟里面 南韩亲美路线抬头 但尹熙悦在竞选时提出的追加部署 萨德反飞弹系统政见 恐怕冲击中韩关系 同时中共两会开幕 外界关注对台政策是否出现新变化 学者分析中共两会明显淡化对台论述 显示中共对台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改变 反倒是南韩变天牵动东亚局势 华为新闻叶杰 烙品军英特尔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为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